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论世 今次是我们第一次星期一见面 过往我们三个星期五 从今个星期开始 一个星期两集 星期一和星期五 和刘兰昌 大家好 一起和大家见面 上个星期我们说了南海 又转到台湾的情况 似乎看台湾的政治形势 都是安全的 在目前来说 最重要是看下来 是谁上场 会不会民进党又再搞事 这个我们这样说 但是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 在国外人看 台湾有没有可以打 不是说美国佬 而是台湾自己本身 有没有跟中国顶住 顶得多久 那我们今集就想说一说 这个话题 是 首先你回答了个问题 是 台湾有没有可以顶住 打不打得 我们首先可以从一个大的对比 先说 好 最近美国在今年6月份出了一个中国军力2021报告 台湾刚刚出了一个中国军力2021报告 都是说到中国军力 在中国军力的军费是我们的16倍 就是大概 台湾是130多亿 大陆是2000多亿 大概16倍 其实我觉得军费本身就是战斗力 美国是7千多亿 7千4百亿 大陆是2000亿 大陆的军费是美国的三分一 中国的钱 中国人民币比美金更多 是的 中国的军费 在一个侧面里证明中国的军力是强过台湾 现在蔡英明都说 两岸军力是不对称的 大陆方面就叫做粘压 就好像那些坦克车那样压住台湾 大陆军力是粘压台湾 就是说到完全是没得比的 实际上现在这两份报告 我留意到有三个新的看法 第一就是说 大陆的军力 已经是去到第一岛链以西 即是台湾靠近太平洋那边 而不是靠着大陆那边 即是说大陆的军力 可以包围台湾 最近台湾国防部又说 今年大陆的飞机 即是今日多过一次 即是去年是三百多次 现在8月份就已经四百多次了 即是完全是一个常态花 已经是视第一岛链为无形 大陆这样说 中国的船只呢 船只有一样 一样可以围住 所以以前就是 其实大陆的军力 特别是空军 即是台湾是F-16的时候 幻影2000的时候 大陆是1700-1700 那时候其实大陆的军机 过台湾中线也很少 因为台湾F-16的战力是强过大陆的 现在就完全调过来 现在就根本就是台湾就是看着大陆的军机在那里飞 又飞过来 完全就不是一个水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台湾说 现在大陆方面 他投送兵力的能力 就已经是大大增强 登陆战 实际上他现在如果是要武统台湾 是运送100万或者200万的军队去台湾 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报告 其实他说得比较小 因为他只是说到大陆的军方的那些运出船 你知道大陆那些集装商 商船那些很多的 你运力根本是没办法计的 是强到什么的 另外一个报告 包括美国的报告 都说现在解放军有阻止美军 增援 叫做迟缓 迟缓台湾这个能力 假如是要带来 有些人说美军要台湾搜三天 你搜到三天 我的美军就会来到 现在这个报告说 其实解放军已经有拒止美军 增援这个能力 他说到现在大陆就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船 第三艘就很快出来了 这三艘就必然要放在台湾岛的以西 就是要挡住美军的东西 一南一北 接着就是中国在外面 另外他拒止美军增援的能力 最主要是体现在他的导弹的能力 即是说你航空母航战流行来 你的空军来 你的B马尔 这边有大陆招呼你 大陆有导弹招呼你 实际上他已经是具有这个能力 我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和台湾 如果中国要打台湾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 他说的方法就是 你千万不要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大举登陆 因为台湾基本上只有14个地方 是小海滩 就是你登陆都是很难的 而且路不发达 所以不要这样想 现在不容易这样想 他说的方法就是说 台湾如果要做 就是封住了这个台湾 例如好像美国当年 封锁古巴 你没有人去得到 好了 然后接着 空军他也在 海军也在 包住他 然后接着第二件事 就是飞弹照顾这个台湾 就打了你的机场 尤其是你的军用机场 打烂了你的飞机 好了 你有飞弹来 即是你也要飞弹去射它 你一射的时候 台湾大概有六千枚飞弹 即是地对空飞弹 包括四百多枚 这个爱国者三号 中国如果用钱来压你 用几千枚的飞弹 你老实说 你打一打你 打完 你没有了 你没有了制空路 你空军散了 然后慢慢 才看看如何打你 这个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这个又是其中 他们说的是一个新的战略 不要看回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 六万帝 这些情况 已经是 因为现在所有的战法 可能不是单一 是一个综合的 所谓的立体战争 即是海上空上陆地 是一起来的 很多现在有强调说 可以斩首 我首先就是占领 可能我整个 压着你的空军 你的摊头陣地 我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在压制所有的机场 你的导弹陣地之后 我就一支骑兵 就可能占领了 占领了总统府 可能就捉住蔡英文 那你就整个 就叫做 台湾的现政权瓦解 他就宣布台湾解放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 我们一定要明白 台湾 台湾军费少 但是地方小 你也不是需要很多兵力 台湾自己本身有19万兵 19万兵 老实说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在台湾应该足够 打不打得呢 这个很关键 现在很多人说 台湾的兵 19万兵 叫做草莓兵 草莓是好吃的 不是 草莓的意思是这样 草莓是一个很娇乱的山坑 一吹就有鱼 所以草莓兵的意思是 台湾军队不能打得 是否这样的意思 首先在兵力上 他19万 大陆250万 差几元 那就是宁静的 但是不是大家有空间 可以大家对 你说到是 打不打得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我们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 多少热血青年报名 包括老长都说 十万青年十万军 当时整个中国人民抗战 是死了三千多万 三千八米 不怕牺牲 就是说我为了国家 不做亡国路 我可以牺牲自己 台湾也不会这样 台湾有一个调查 是 就说有九成的年青人 就说愿意自己 或者家人去参军对抗大陆 但是另外一个调查 就说 台湾有八成多的年青人 就说到明他是不想当兵 是 他现在就是 最近就是 台湾网上一条片都说 一个去到西门丁 访问了十七个人 随机访问 只有一个人说 想对抗 也不是说打 其他人说 我们要和平要统一 现在是青年人 是完全是青年人 老人家打什么 其实台湾总体思想 大家都希望和平 不想战争 当兵当然要打 19万兵 是否可以 我们现在看回台湾的兵役制 就是他的兵役制 我们知道 在1949年老长败退台湾之后 带了很多军队去 原来军队的制度 完全是一种旧式的服役制 后来就走到正规化 台湾实行一个就是 所有的役男 十八到二十二岁 即是你服役年龄 你都必须去 做两年骨 必须要服役 才能够保证 他有足够的兵力 那时候 达到五十多万 或者更多 现在呢 之后呢 台湾就开始 民主选举 大家最主要欠票 是欠年轻人 你知道年轻人 当然不想服役 但他规定说 你如果不服役 你就不能够工作 这是起码的条件 现在实际上 全世界呢 一些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 譬如说以色列 和韩国 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 以色列呢 是男男女女的青年 十八到二十二岁 你都必须要服役 你没有服役 你就不能够做其他事情 在台湾里面 现在民进党 他为了跌出出役 欠青年人的票 他就说 我们要减这个服役年龄 最初减停一年 八个月 最后呢 现在是四个月 马英九 马英九说四个月 现在四个月 四个月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你可以自己选去哪里 是的 你在这里又出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四个月 实际上 就是稍微有些军事常识 就是在学校里面 都有些军份 曾经一段时间 北京大学试过新生军份一年 后来就取消了 就变成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但是你知道 你行一个粗步 正粗 你要真正走得好 你都起码一个月 两个月 你要真正 你连起一个基本的粗窗 和射击训练 四个月 四个月就已经可以离开了 离开了 你真正刚好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人们当兵 服役 其实最多人应该选择 装甲兵 做陆军 或者做特工部队 这些特别兵种 这些应该是最多人参加的 台湾是否这样 他也有这些武兵制 实际上这些是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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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他去一个导弹 他去操纵导弹 这些是因为时间没有比较 要技术熟练的 这些是一个职业军人 就是他们不去的 这些反而去 因为没什么危险 但是最辛苦就是步兵 步兵 日日日日雨淋 这些 就是台湾的年青人 就算去那四个月 大家都选择一些轻松的 转头就出来了 这四个月 多数叫你去步兵 辛苦那些 那些战役 职业军人 就是技术性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的那些军 19万的正规军 可能都能打得一咀 但是接下来 你说 我有百万年青人 到时要加入来台湾 其实是可以有几十万军人 那就是你不用怎么看 不是不是 就是那19万军人里面 就相当部分是四个月 是吗 是的 不是另外计 不是19万另外计 不是19万里面 已经是四个月 那不是很大件事 那是不可以打的 不可以打的 你又要搞民兵 即是民兵 即是他现在的 国民警卫队 就是要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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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你那时候讲完 第三个要改兵计制 就是你要我去回以前原来的 但是呢 你台湾这种形势 不可能的 因为要选举 大家不可能做到 那实际上 由于这种情况 现在台湾的军技 军队其实是乱七八糟 男男女又搞在一起 很多的匪民 刚刚最近一个艦长 又带过女兵 连夜在房间三个小时 被人拍到 这些事经常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台湾的军队 根本是不能战 刘兄 先说清楚 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 老实说 如果说台湾 似乎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留下星期五 再继续讲这个话题 好吗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拜拜